選前黃金州藍綠各自攻防 也讓立法院全面陷入了泥巴戰 朱立倫競選總部主委胡志強 今天親自召開記者會 猛拼蔡英文 外交及南海主權問題 民進黨今天則是公布了影片 指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 立委張慶忠 以招待旅遊的方式 變相要民眾出席 造勢活動的行為 形同會選 完宴會場民眾高喊阿中動算 身穿背心的正是國民黨立委張慶忠 民進黨查會選在開記者會 直指張慶忠去年11月招待民眾出遊 新設花海捷加上後風隧道一日遊 最後一站是全員出席張慶忠造勢活動 難道不是變相會選嗎 他用明顯不相當的對價 然後讓這些民眾去旅遊 然後旅遊在適當的地點 那麼張慶忠就出現了 他當時有發生 他應該先馬上去檢體 他現在用媒體來意思的不當檢 有免費招待旅遊嗎 這個幾年前發生的我都不知道 他們影片裡面回到的我也不知道 張慶忠四兩撥千斤 民進黨質疑不只立委懂得招待旅遊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上週到新竹藝民廟 卻遭民眾爆料 從出發沿路參觀 免費用餐 再出席後援會都是藍營買單 集合了之後 一路就直接開到這個藝民廟 新竹縣新埔的藝民廟 然後就參加了這個造勢的活動 這一些口舌之爭 是真是假 沒有人知道 但是讓我這個以競選總部的身份表達我們唾棄會選 我們也相信所有的國民黨人 國民黨員不會去走會選這一條 綠營天天抓會 國民黨也不甘示弱 朱立倫進總主委胡志強特別現身立法院召開一系列記者會 以前外交部長身份反咬蔡英文 烽火外交 南海主權 日韓未安赴問題 選前黃金周綠營主攻 藍營會選 黨產爭議 國民黨則緊咬蔡英文 外交 財經政策 藍綠泥巴站 各自攻防 原體育 武昌漢 游家衛 劉宇軒 台北報導